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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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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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买房子只是一个起步而已 其实买房子以后 你牵涉到的是装潢 你家里的摆饰等等 都会让你在整个生活的过程里面 觉得舒服还不是不舒服 所以这就跟女生的化妆一样 本来就是清汤挂面的女生 如果化妆技术非常厉害的话 立刻惊为天人 所以我们装潢房子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你看我们本来买一个卯胚屋 但是当我们就是非常用心的装潢之后 它就变成城堡了 对 不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常常讲 就是说挑化妆品的时候 要特别要注意一下 不只是挑好看 好用 还是要挑无睹的 不伤身体的 其实家里的装潢也一样 我们的家具等等 也都要用同样的一个标准 那尤其是人 我们人最重要是什么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请具的挑选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真的人的一生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躺在床上 真的 很多人还新婚的时候 不只三分之一 賴床 而且我早上不会在那边賴床 对啊 其实很久以前的事 不然德哥已经不賴床很多年了 是 不然最大的问题不是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旁边的人 对 你很敢讲 哎呀哎呀哎呀 是 真的现在人 因为平常工作的压力非常的大 工作的时间非常长 如果能够利用真正睡眠 好好的一个睡一觉的话 可以补充体力 那等于就是马仔的那个 開了 晕晕都给你喘变变 所以最主要你要有一个好面穿 过去我们睡在榻榻米 睡在榻榻草 好像腰痠背痛 真的永远冻不住 现在 都 好厉害喔 够舒服的 哪在云端呢 到了云端就对了 所以床垫其实真的蛮重要 但是我跟你讲 真的很多观众朋友 包括我自己 我其实可以选择的很多 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挑 尤其现在很多厂商 其实非常贴心 都提供客制化的量身定座 所以我们要先来讨论一下 选择量身定座的床垫 就能买到睡眠品质吗 我们先来问一下Jacko好了 因为Jacko现在还在属于 应该是赖床的阶段 现在我刚才有个 这你老婆怀第二胎嘛 对 所以知道最近赖很凶 我觉得憲哥刚刚讲真的很对 就是说你买床买得好的话 就真的变云端情人 你买不好的话 你就嫁鹤西龟我跟你讲 所以买得好的话 对于帮助生第二胎 是不是也有点痛好 我记得我大概是 三十几岁的时候 买了一个 花了比较多钱买了一个床垫 大概那时候我觉得蛮贵的啦 大概本来是五万多 打折到三万九 那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贵 然后可是我年纪的时候 都喜欢躺比较软的床垫 所以那老人家说 不能躺那么软 我妈每次来这太软了 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 喜欢陷在那个床垫 对 喜欢 是蓝顶头那种的感觉 所以买得特别软 可是不知道到了一个年龄 买那个软的床垫 我睡了大概一年以后 爬不起来 有一天我就爬不起来了 对 起来你起来要靠腰这边力量 我起来突然觉得 可是没有力 而且很痛 卡卡 对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打篮球 干嘛的 这次过几天就好了 对 一个月过去 我每天起来都觉得 这么好痛 对 痛到我觉得这出了什么问题 后来我去看医生 医生跟我讲 你们家床太软了 后来我就又花了更多钱去测量 说我应该躺什么样的床 客制一张床 可是因为我本来想换一个床 可是那个床很贵 所以我就不舍得换 就有朋友跟我说 那你买一个床垫 床的另外一个垫 把它加在上面 双两个床垫 我就去客制了一个床垫 装在上面 我想说客制一个床垫 应该一万多吧这样 对 所以这样两个床垫 但是那个床垫加上去以后 我睡腰就好了 而且第二胎也生了 对 第二胎也生了 腰就好了 可是这个腰痛 严重到什么地步 严重到我打电话 给我的那个保险人员 跟他讲我想保湿能险 对 因为我就觉得 我不能起床 不能工作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 我可能都不能 那时候再爬山出外局 对 我跟他讲 我要保一个失能险 所以那一阵子 我还日查说我要怎么办 后来加到这个床垫就好了 不过我现在最大的麻烦 是我那床垫加上我的床 就变得很厚 太高了 所以我上床都用爬的 你跟你老婆都算够高的 还要用爬的 然后床垫那床垫 又没办法买到这么厚的 真的 所以床垫永远都照不好 所以我家床就很丑 你就买饭店式的 那种垂下去的 不会用很丑 没有包的那种 两个床垫加床垫 又快要十万了 我又舍不得丢 所以就现在变成 每天爬上爬下 真的 很好 运动 那等于你对于床垫 你怎么挑 我其实以前是有 失眠问题的人 对 所以那时候当我买房子的时候 我就去真的是 客制化一张床 然后到那个店里面 他会先帮你量身高 量体重 然后以及你是女生 他都先出入电脑里面 这样不是很尴尬 你就是躺在上面 机器就会帮你量 是 连屁股都不行 对 然后他就有 他要说那天穿牛仔裤 我今天不量 我穿Legging的时候再来 然后他就先帮你量好 然后输入到电脑里面 然后就知道你 那个床他们到时候 要怎么样去帮你做配置 对 然后 可是我那时候 在挑床的时候也很有趣 因为他店里面有三张床 一个是十万 一个是二十万 一个是三十万 然后我就堂堂堂 我就觉得每一张都很舒服 可是我自己的体感 我是最喜欢三十万那一张 可是又觉得说三十万 好尊贵 好贵 就有点花不下去 但如果你长期有失眠问题的话 我觉得就开下去了 对 可是又在考虑 你就觉得我要装房子 我其实已经要花很多钱了 我需要花三十万 去买一张床吗 然后就三个在那边选 我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那个店里面的经理 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 他就说张康姐 你买新房子吗 那请问你是不是 也有买车 有停车位吗 我说有 当然有 就我还跟他讲说 我还花多少钱 然后换成大车位 他说 那你看 你愿意花这么多 一百多万 让你的车只是停在那边 可是你却不愿意花十万 他说 这个比较多 然后我就觉得 这种 这个种 这谁家的经理 要挖脚才行 太重了 我就觉得 好 三十万开了 他一定结婚很多年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你花了三十几万 去买床垫 那后来是不是确实有改善了 你睡眠方面的问题 有 而且我跟你讲 这完全是不归路 我不只是床垫 就买了三十万床垫 然后后来就去买 差亭的寝室 用品 你就可以裸睡在上面 可是说 说真的 从那时候办新假以后 我失眠问题是 真的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真的就没有了 那你这个请花了 值得 要问长期失眠 人的身体健康 都出很多问题了 非常不舒服 心情都不好 瑞德哥 是 那怎么办 另外一半不能换 我有那个气粗心 人生有下半辈子 想赖床 怎么办 对 没有错 事实上我跟各位讲 三十几年前 我当特种部队 所以那时候我们习惯就是说 下面一个军坛 然后我们就睡在里面 不管夏天冬天 我们都这样睡 那等到你出社会了以后 尤其我在旅行社工作过三年 然后媒体工作过27年 然后你会 因为媒体工作的话 我记得我每天四五点 凌晨四五点才睡 可是常常会被吵起来 因为孩子上学干什么 吵起来 然后11点多 又准备要起来看新闻干什么 你的睡眠品质很差 所以我需要一种睡眠品质 我一睡下去就要手睡 你知道吗 可是我又有一个很不好的困屁 为什么呢 我喜欢测睡 我正睡对不对 除非你的床垫非常棒 否则我都会睡不着 所以你就会测睡 一下左一下右 那一开始的时候 刚结婚的时候 没有那种感觉 我随便买弹簧床 那时候那样什么感觉 也没什么钱嘛 那时候焦点也不在弹簧店 焦点在另外一半 焦点是得屁的人 那时候都是这样 新航路新地公 对不对 所以上床最重要了 对不对 然后可是你睡久了以后 那弹簧床 因为说坦白的 那时候没有概念 那时候觉得六千八千的弹簧床 很贵了 就觉得不错了 最少两千三千 睡久了以后 我从来没想到一件事 弹簧床其实它会弹性疲乏的 你每睡一次 它其实就弹性疲乏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觉得这边 骨头这边 肩膀两边骨头好痛 穿痛 然后我不容易熟睡 或者是说我睡了没多久 很浅眠一下就醒来了 我这样子的品质 大概有十几年 我觉得很真的 我很真的 所以后来我跟各位讲 我跟各位讲 我后来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不需要这种 我觉得是睡 好几个小时的睡眠 还不如有时候在公司 很累的时候 打个盹 趴下来 三十分钟 或是十五分钟 因为你突然间 把所有的累 对不对 全部释放掉 可是我很痛苦 后来一直到 后来当然经济基础也不错 有机会了 我就开始去做那种 所谓个人化的客制 就跟你一样 那时候鲁胶开始出来了 台湾有独立筒 鲁胶量身制作 我从那时候开始才知道 我哪知道我要买一个床垫 我们通常都在那边按那个 对不对 我竟然到后来是一个人 要试睡 然后经过很多的电脑萤幕 测了半天 还决定你要睡什么 而且那时候 我听到一个传言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他说如果你选择一个床垫 是非常适合你的话 那么你把脚这样 弓起来对不对 你把脚这样弄起来的时候 然后人家是压不下去的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有听到这样的传说 说如果这个床垫 真的是很棒的话 所以你后来有用这个测试吗 我没有用这样的测试 但是我确实跟各位说 刚刚那个概念是对的 你买一个车位 现在台北市两三百万 在新北市一两百万 好奇怪 你愿意买好几百万的一个车位 给车子踢 你自己不肯每天睡好一点的床垫 你知道帮到床主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如果 因为我大姐长期失眠 我知道失眠的人的痛苦 好可怜喔 就开电视 然后看故事书 所以瑞德哥现在已经没有这些困扰了 没有 现在困扰是 床扮了 好 所以可见一个重要 就是好的床垫 确实是蛮重要的 对 其实我们在睡眠这个题目上 曾经做过 台湾有睡眠障碍的 应该是超过六成以上 那很多人都认为说 那我花大钱来买床垫 真的就可以买到 良好的睡眠品质 以及身体的健康吗 还是说像瑞德哥一样 他用量身定做的 但是你这个量身定做 挑的对还是不对 到底有没有一个准则 怎么来看 坦白讲 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欢迎 这个睡眠的达人 来进堂 来告诉我们 好 我们首先来欢迎 这个睡眠达人刘大哥 到我们现场 刘大哥 我要请问一下 听说用量身定做的 像美国来讲是有四个数据 去量身定做 但是这个数据的书 如果方式不一样的话 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 对不对 它这个美国的一个系统 应该是一个 像我们到门市的时候 他会问说 你的身高 体重 然后用身高跟体重的比 算出BNI值 BNI值以后 然后把床垫的这个极具 分成XSSLM 所以只有四个极具 不懂软硬度 然后问你说 你这边你是哪边痠痛 假设你腰痠痛 他腰可能就硬一点点 假设你是这个胸背痠痛 他就胸背硬一点点 这个来说的话 严格上 他讲不上是一个 量身定做的一个闯电 应该是一个选择的方法 是 我们现在像台湾来讲 就不一样了吗 对 台湾其实在目前来说的话 比较常见的大概有两个方法 哪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瑞德哥讲的 瑞德哥讲的那种 其次我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 对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我可以请瑞德哥出来 大家我们示范一下 一般来说 我们在 肌肉压力测试方法 睡 一般来说 肌肉压力测试方法 参成枕头的测试 枕头的测试通常 我请他手举起来 然后我现在压 压下去 这个枕头就不适合你 再一次 要压不下去吗 对 再一次 压不下去了 你看 为什么 这个来 再我们手脚抬高 这个脚压下去 压不下去 压不下去的话表示床适合你 压下去表示床不适合你 那会不会他大腿比较硬呢 这个肌肉压力测试 以前我们在医院 他在我们在骨科的时候 零度表示肌肉五粒 五度是正常 有一份论文 他论文里面 就是研究肌肉压力测试 跟床疹之间的关系 在睡眠连续性 睡眠酸痛 睡眠品质跟打汗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显著的关系 那如果像本瑜 刚刚讲的那种方式 像本瑜讲的这个 就是用这种体压感测的设备 现在这感应到画面上是认识了 所以现在我们这一套软体 也就是体压感测的 是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帮瑞德哥去找到 最适合他的床垫 对 像这个体压感测 他不只是找到适合的床垫 因为我们站的时候肌肉 我们是靠我们的肌肉韧带 来去摆动我们的身体 对 睡下来的时候 除去影响我们的脊椎曲线 就是地心引力 像瑞德哥是人主寒对吧 肌肉比较高 那你看他睡在蕴床上面的时候 你是海军就见到 这影感较高 腰没有撑到了 腰没有撑到了 对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来帮他做自动平衡一下 好 OK 来 现在用电脑 有魔法这个 来 自动平衡一下 开始在平衡了 对 被右边那个残宝宝 是瑞德哥的化身是不是 是你的化身这样 是 脊椎 你为什么会 有在动 对 它是可以调整床垫的软硬度是不是 是 所以现在把这些数据输进去以后 我们就可以替瑞德哥去定制一个 属于他自己专用的 对 我们需要达到肌肉的放松 对 另外脊椎也要达到平衡正位 所以我们胸椎这边是有点往下 腰椎有点往上 对不对 像大部分女生 尤其年纪稍长的女性 这个骨盆腔这边比较容易累积脂肪 对 那睡觉的时候 臀部就往下沉比较多 那沉比较多的时候 腰椎这边就容易压迫 对 那这个温水煮青蛙 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下背痛的问题 是 那所以说肌肉的放松跟脊椎的平衡 它是一样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请问一下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出来 瑞德哥现在有没有放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肌肉是完全放松的一个部分 尤其胸背跟臀部这边 这个在脊椎上面要达到平衡 肩膀流一点往后 腰杆有点往前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臀部这边 不会过度往下沉 或是胸背这边过度往下沉 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肌肉放松 脊椎平衡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治愈力 免疫力能够提升 这才是一个真正好的睡眠品质 在这边要请问一下陈教授 用这种体压感厕所定制出来的床垫 对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的睡眠的帮助 有哪些好处 那这一定是理解这种体重点的 使这种体重点的 所以我们想应该要连住